白色小客車轉彎疑似沒有注意來車 撞上直行的黑色小客車 導致它360度翻滾了好幾圈才停下來 而遭撞車輛上載的就是立委蔡逸宇 救護車鳴底抵達現場 黑色休旅車車頭全毀 碎片也散落滿地 擋風玻璃全都碎成蜘蛛網撞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非常的大 蔡逸宇六號早上八點多跑行程 卻發生車禍 兩輛車上三個人都受傷 緊急送往常跟醫院收治 說著自己的傷勢忍著痛要大家放心 院方初步判定他的手肘和小腿都有傷勢 他生命真相穩定 躺在冰床上休息還能正常對話 他也在臉書上向大家報平安 幸好氣囊發揮作用救了一命 不過經歷車禍 他感覺人生跑馬燈走了三圈 真的謝謝大家關心 為車好之後吃個來關心的電位 謝謝大家關心 警方也會針對白色轎車 是否有違規闖紅燈 及雙方車速詳細調查 釐清造勢責任 華視新聞陳寗多大尉 陳建邦嘉義報導 哈囉大家好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